在这个世界上 存在着能够永生不死的人类 即使遭到致命的重创 也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 人们称之为亚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贬斗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脑洞巨大设定奇葩 燃到爆炸帅到吊渣的日本漫改电影 亚人 故事开始 一场惨烈的车祸 让男主倒在了血泊里 然而已经死透的 他不仅奇迹般的满血复活 身体上甚至没有留下任何伤痕 重生本是一件喜事 但对男主来说 这却是噩梦的开始 这种不寻常的复活 已被证实是不死的新人类 亚人的特征 而男主正是日本第三例亚人 他成功引起了政府的注意 政府逮捕了男主 并在他身上进行各种 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男主每天睁开眼 都恨不得赶紧死去 可他偏偏是个亚人 死不了 只能在没有尽头的痛苦中 不停地挣扎 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 因为一个名叫佐藤的亚人 终结了 同样做过人体实验 小白手的佐藤 有意拉拢男主 所以伙同手下 潜入关押男主的亚人研究所 凭借狠辣的伸手 和开挂的复活能力 他们三下五除二干掉守卫 守卫也知道亚人打不死 所以用发射麻醉针的方式 试图击晕佐藤 当然佐藤也不蠢 被麻醉针射中以后 果断自杀满血重生 就这样 佐藤救下男主 还盛情邀请他 加入报复社会的队伍 但受尽折磨的男主 并不想和佐藤一样 以杀人为乐 以复仇为生 他只想恢复自己 普通人的生活 所以没有接受佐藤的邀请 而是反手给了佐藤一枪 趁佐藤复活之际 男主和研究所的人 逃之夭夭 对折磨他的研究人员 以得抱怨 男主真是一个好市民 可没想到 快速复活的佐藤 轻而易举地 就追上了他们 他随意地杀死了 在场的研究人员 只剩男主和他一对一 危急时刻 男主体内 分离出一个黑色幽灵 除了有点傻之外 意外地能打 亚人不仅能自愈 重生 还能召唤战斗幽灵 故事疯狂的脑洞 叫观众惊喜连连 热血沸腾 在黑色幽灵的掩护下 男主顺利逃脱 尽管逃出了研究所 男主却无家可归 幸运的是 一个好心的婆婆 把他捡回家 顺便收留了 跟男主一样 有亚人属性的妹妹 可是男主的生活 并没有就此平静下来 到处都在报道 佐藤控诉政府 用亚人做人体实验的暴行 他要求建立 亚人自治区的新闻 引发了舆论狂潮 亚人群体也蠢蠢欲动 官方则一直没有 做出正面回应 为表抗议 佐藤开着飞机 撞毁了政府大楼 漫天硝烟中 政府派出特种部队 通过火力压制 让佐藤无暇重生 佐藤果然中计 复活被爆头 复活再爆头 特种部队守施的策略 成功压制了 佐藤的嚣张气焰 眼看大功即将告成 突然 佐藤安排的狙击手 开始替他解围 趁这个空隙 佐藤马上原地复活 再次杀得特种部队 屁滚尿流 站在一片废墟中 佐藤通过直播 向全国公布了 他下一步计划 抢夺毒气 控制东京 此举吓坏了政府 也让男主意识到 留在婆婆家 不是长久之计 他终究要面对 自己亚人的身份 面对危险的佐藤 政府放下身段 和佐藤谈判 同意把九州等地 送给他建造亚人自治区 但佐藤只想要东京 双方谈判破例 此时的东京 已经陷入恐慌 人人自危 纷纷逃离 而男主则悄悄 找到政府代表 和他商谈合作 他提出只要政府答应 保护他的妹妹 且为自己准备新身份 他就加入政府军 助他们解决佐藤 代表无奈答应 当男主加入政府方时 佐藤也纠结了一群亚人 准备对研究毒气的公司下手 但是动手当天 佐藤让一群小弟 潜入毒气公司扫荡 自己却没有现身 佐藤的小弟们 仗着不死之声 黑了公司的系统 潜入大楼横行无际 然而男主早已想好了对策 他利用排气系统 让自己的亚人粒子 大肆扩散 切断小弟们的视野 一片黑暗中的小弟们 根本无法动弹 只能乖乖被政府军的 麻醉枪打中 束手就擒 正当大家松了口气时 现场摆放的一个手提袋 突然发生异变 一只手赫然长成了 一个大活人 正是佐藤 原来亚人死亡后 是以最大的肉块 为基础重生的 佐藤把手藏在手提袋中 避过政府耳目 被小弟们轻松带进大楼 其他肉体被粉碎后 借由手获得重生 佐藤的出现 给政府军造成毁灭性打击 他一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顺利取出毒气的样本后 得意地挑衅男主 让男主来楼顶决一死战 否则立刻把毒气 扩散至全东京 男主应约而来 与佐藤展开殊死搏斗 他和黑色幽灵 比肩作战 配合默契 但为了夺回毒气样本 男主束手束脚 反而处于下风 更何况 佐藤和他的幽灵 实力太过变态 男主不惜舍弃一只手 麻醉枪 才终于打中了佐藤 麻药生效 佐藤倒下了 然而他刚昏倒 他的黑色幽灵 就冲上去补刀 让他死了个头 佐藤得以强行重启复活 眨眼间 佐藤站了起来 他走到奄奄一息的男主面前 宣告他的胜利 突然 各种部队从天而降 政府早已想好了 克制亚人的方法 只见冷冻枪一通扫射 佐藤和男主 瞬间被冻结在一起 砰的一声 二人碎成无数颗粒 彻底无法再次重生 原来 政府背叛了和男主的约定 他们从一开始 就想连他也一并解决 可怜的好市民男主 对政府以德抱怨 却落得了尸骨不存的下场 诶 等等 这 这是什么 一只断手 原来 男主留了一手 他模仿佐藤的做法 利用留一手小技巧 原地复活 跳窗而逃 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终究 好市民男主 还是有好报啊 男主和反派两人 都帅到吊渣 动作戏 2017年度电影最佳 一言蔽之就是 酷炫 酷到无情 霸道强硬 调皮 丧心病狂 惨无人道 听故事 聊电影 更多爽翻天的漫改电影 我们日后接着讲 关注扁斗看电影 微信公众号 BDCmovie 参与每周片单投票 选出你最希望扁斗解说的电影 每周票数最高的影片 将会被出现在 下周五更新的节目中 咱们下期见 拜拜